ūsha 竹仔 很可愛的嘛 好可愛喔 怎麼捨得吃 這是我們的明星商品 然後非常的流沙 從鼻子下去 有鼻孔... 那鼻孔啊 流鼻血啊 還是... 兩個孔都縮 這個時候如果沒有流出來 就尷尬 一千 好... 對不起... 什麼要講 對不起 太浪費了 究竟這場康熙見筆宴 還會帶來哪些美食 能征服康熙的胃 說服康熙跟小S回情轉意呢 趕快回到現場 妳那時候會有那種 想要起來雀躍的反應嗎 有發生在妳們身上過嗎 真的很好吃 還是會有一些奇妙的動作 會... 就是神奇的動作 女生會在那邊... 女生會尖叫 會跺腳 有電腦也會嗎 小跳躍 吃到好吃的東西 很想要衝到廚房去擁抱廚師 那只是地球不滿吧 很感謝 所以如果那個廚師出來 跟你們敬酒 結果妳其實對當天的食物 並不滿意 妳要怎麼應對啊 我曾經是自己打電話 去給廚師說 妳怎麼這個東西 會做成這個樣子 妳怎麼會有到廚師的電話 因為... 我就私下去打電話給她 說妳今天怎麼會做出 這樣的東西 我說沒有給妳同事講 但妳自己要去看一看 我會這樣私下打給她 許家瑞去吃的餐廳 如果能夠通過的話 老闆大概都會鬆一口氣 覺得通過她的烤肉 然後呢 她既然要推薦這個 我覺得是很... 很久沒有聽說出現的事情 是一家蒙古烤肉耶 蒙古烤肉耶 你看看 我想你來著 我剛剛有... 你們那間餐廳有什麼用呢 就是鏟子啊 那鍋子嘛 Oven烤一烤 我是要這樣做 妳能夠用這個做菜嗎 妳拿重球棍來幹嘛 妳拿重球棍來幹嘛 妳一張重塊子來著 咻... 因為蒙古烤肉在台北很久 好久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對 要難得啦 這家市叫做 我們是在東區的一級戰區 石上精緻養生的路線 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要講一下 妳知道蒙古烤肉 為什麼我特別懷念是 因為我在國中就出國念書了 那一直到高中大學研究所 這麼多年啊 每一年暑假回到台灣 到九月份要回到紐約上課的時候 我爸爸 我媽媽 我們全家一定會去吃蒙古烤肉 那在我們那個年代 那只有中泰賓館有 對 然後一個大的蒙古包在那邊烤 我小時候吃的是一家叫 陳吉思汗 對... 後來好像霧霉了 還在... 對 他換了一個地點 你們都吃過蒙古烤肉嗎 吃過 這其實也是小時候的東西 後來消失了一陣子 對 我以前喜歡吃的是那個中泰賓館 就是我吃到中泰賓館 最好吃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整個過程 你知道 你去排隊 拿肉 拿菜 拿醬汁 還有它的燒餅 燒餅 對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吃 非常非常好 我要介紹一下這家姐姐 而且它還配了蔬菜 沒有 這... 我現在送過來這兩道是不同的 你可以點... 你就可以說 你可以幫我做一份日式的蒙古烤肉 或者是韓式的 對 那日式的它這個是昆布的 和風的醬汁炒的 它會有變化 非常好 它做得像凍飯一樣 今天我拿兩小份來凍飯一樣 所以下面是飯 上面是這個日式的這個跟野菜 跟肉混在一起的 對...非常棒 然後淋在上面 還有柴魚 他們的工作人員有來是不是 有嗎 工作人員來玩嘛 來... 來服一下 來服一下 黑勤來的 對 所以你們兩個人會真的 拿那個長筷子在那邊炒嗎 對 它插在它背後耶 所以妳這是正常的嗎 把筷子插在背後 方便 來 請你到這邊來 我這碗感覺是綠咖哩嗎 今天我推薦這兩個 最特別是我最愛的日式蛋蛋鍋 跟這個綠咖哩鍋 請問綠咖哩這個湯可以喝嗎 可以 它是有香茅 咖哩 椰汁 黃薑 多棒 然後你蒜肉超棒的 很好 可是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選擇喔... 不要選擇 小孩子 我跟妳講 妳要選擇便當 我跟妳講很棒 這個是我最愛 可是等到妳...妳等一下喝 妳喝那個蛋蛋鍋妳會瘋掉 因為女生最愛 對 它是當花生遇上芝麻 妳吃吃看 簡直是它的私房配方超棒 它的湯中間有一個是蛋蛋鍋的 對 這是可以喝的嗎 可以 妳就把肉蒜在裡面 然後妳可以把... 這很像是醬料耶 可以喝很棒 它聞起來濃郁 喝起來是甜甜的 妳看 喝起來甜甜的 非常好 妳可以把妳的肉蒜裡面 超棒的 女孩子最愛這個對不對 是不是 女孩子最愛這個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小燕姐 我跟妳講 妳說這個是火鍋的湯底嗎 對 火鍋的湯底 超棒的 我喜歡綠咖底 但是我帶去的 我的同事 我的經紀人 女生他們都喜歡那個蛋蛋鍋 這個花生的比較太甜對不對 妳喝綠咖哩很好喝 綠咖哩很棒 綠咖哩很棒 綠咖哩沾那個我的音思卷 好好吃喔 拿音思卷已經沾了 綠咖哩很好吃 很好喝 所以這是...這不是湯嗎 這是火鍋的湯嗎 對 這是火鍋的湯 然後肉放進去會好吃嗎 妳趕快吃肉 妳把肉吃得超棒的 妳們是蒙古烤肉加火鍋是不是 對 所以妳本人... 妳本人要進去烤肉嗎 會 會去炒肉 所以妳那個筷子妳... 妳有辦法像我們小時候看到那種 把肉在鐵盤上這樣弄一弄 讓它揮起來 燒進碗子 對... 那一招很重要喔 很厲害 帥 小朋友們 妳們都吃過蒙古烤肉嗎 吃過... 夜市有耶 其實 唐公 現在還有一間叫唐公 唐公生意超好的 所以那個瑞士的也是大鐵盤 也是大的啊 就是很奇怪 他就這樣衝... 所以如果鐵盤那麼大 是要大家坐在一起是不是 沒有... 不是 它是炒的地方分它也炒 然後我們進去拿 排位置也是炒... 之後你拿出來 坐在自己位置上面 最好玩的是 你在拿肉的過程 你自己可以調配 我還要鹿肉 我還要牛肉 對 我要芝麻醬 我們小時候吃蒙古烤肉的時候 並沒有桌上有火鍋這件事啊 好像是新的耶 有吧 有嗎 沒有 這個是新的 沒有耶 我印象裡沒有耶 沒有 可是我們這五年 十年 好像就都有鍋了 對 那是因為... 因為我們台灣人太愛吃鍋了 然後有配白飯嗎 聽到我講 它有一個隱藏版的美食在這裡 就每一周... 那黑麒麟它都會在晚上 比如說我們在吃的時候 突然間他們就推出來 那我去的那一天吃到的是這個 它這是剝皮辣椒炒飯 你們看到有沒有 很棒喔 然後很棒 那個辣辣的 然後剝皮辣椒 剝皮辣椒炒飯在哪裡 在這裡... 有空心菜的那種 很香 剛剛好 然後鹽甜甜的 等一下 不是要叫客人吃肉嗎 這一次大贈送啊 就是吃到飽就送給你的 就我們每次出來的那個 祕密的餐點都會不一樣 所以最近的是剝皮辣椒炒飯 對 它每周每周會不同 就看師傅想要炒什麼 然後就會給客人吃 所以這怎樣東西 它的蒙古烤肉跟它的咖哩 你比較喜歡哪個 剝皮辣椒炒飯 你吃到那個辣椒之後 那辣椒竄出辣威之後 你就會愛上它 對 OK 你如果沒有... 他吃到辣椒的 一定要吃到辣椒 不然會誤以為它是正常的炒飯 然後那個兩個湯 妳會推薦綠道理 太棒了對不對 就直接喝 謝謝 下次見 蒙古烤肉配鍋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很好 因為以前我們吃蒙古烤肉 剛吃第一盤的時候覺得很過癮 對 可是你如果再去炒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太燥 然後口感會覺得太鹹 因為蒙古烤不像你去吃一般飯 就是配飯配菜 所以你吃到最後會覺得太鹹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有個鍋 反正可以平衡一下 而且這種吃法是 年輕族群會有興趣的 而且剛剛那個妹妹看起來 也跟傳統的烤肉師傅長得不一樣 對 叫佑佑 康勇 你不覺得... 當然啦 新潮啦 而且康勇你不覺得聚餐的時候 送行的時候 老師去吃那種Buffet自助餐 很無聊 很枯燥嗎 我覺得換一個這個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吃肉 會喜歡吃火鍋 絲燒肉也是因為愛吃肉 我覺得有烤肉 然後又有新派的這種 泰式口味鍋 我覺得非常棒 忘了問佑佑 你們店裡有賣酒嗎 有 有的啊 對 人心 因為這種餐廳沒有酒 是根本不可能經營下去的 我覺得任何餐廳沒有酒 都不應該經營下去 You're right 因為很多親子餐廳沒有啟工酒 就覺得很可惡 其實很可以理解 很可惡 因為小孩啊 而且剛剛我們就是看到 悠悠的樣子很時尚 然後很像...你知道 東區那種時下年輕人這樣 那整個這個... 餐廳裡面氛圍也是這樣 很酷的 很酷 很時尚的 就你進去覺得 所以其實是可以去玩的 而不是去吃飽的那一種 沒有 他吃得很飽 他讓你吃 我那天都吃了好幾盤了 就你就可以去吃... 你們應該都是很久沒有吃到 現在我印象比較深刻就是 他也是有一個間叫唐公的吧 對 在那個送江路上二樓 他也是有鍋 他也是有傳統一個很大的 一個鐵盤 然後裡面也是用那種筷子 在炒這樣 對 我小時候很愛看 他們炒的那個手勢 通常我們男生去就是那種 拚命夾 就是夾閉 看誰煎這樣子 但通常吃到... 真的蒙古烤肉 吃到第三盤的時候 就有一點... 撐不住 所以才會有鍋讓你來調整一下 然後他還有 星星有冰淇淋 然後有水果 然後他會做得很精緻給你這樣 好 黃曉星妳推薦了一個 也是麵嗎 麵妝 天府麵妝 對 然後妳推薦不是麵 不是麵 我推薦是他的口水雞 然後還有他的粉蒸排骨 口水雞 對 很辣的那一種 對 因為其實我特別推薦 是因為我還滿... 我算是非常喜歡吃辣的 然後我覺得像台灣的辣 比較偏...就是鹹還是怎麼樣 我比較喜歡吃那種比較穿味的 它是又麻的 又辣 你們能吃辣嗎 可以吃辣嗎 真的會很辣嗎 來 我覺得味道OK啊 滿夠味的喔 對 味道很夠味 黃曉星 妳今天為什麼 整個人看起來很淡啊 妳是拿掉假睫毛還怎麼樣 不是 是我今天的服裝的關係啦 很家常耶 對啊 就覺得好清淡喔 對啊 我今天整個覺得很不自在 因為我其實我已經... 裡面已經穿好一件你知道 就是我平常通告的 會穿的那個時代喔 結果呢 結果今天一直要發現 太露了 對 可以把它收起來了 真的嗎 對啊 我就想說什麼感覺 裡面很露嗎 對啊 太露了 要不要掀起來看一下 裡面非常露耶 掀起來看一下 這OK嗎 我先開發 等一下 我會看得到 因為很露 然後這是我剛剛 就是錄影我平常 我們要結束 我們還沒有客人穿過衣服耶 太露了啦 幫你檢查一下 哪有 掀起來我們就上馬賽克啊 沒關係啊 這樣子啦 還好啊 因為我現在提著了 我要不提的話就是 對... 對 然後一來我就很慌張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 坐公車我平常穿的衣服 但我沒別的衣服了 我就只好這樣套起來 可是你根本不需要 穿那個上衣 因為很醜 我也覺得 但是因為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想說問公車人說 難怪他今天講話都懶得離開 我就會想說哪有公車人 對 我發現我今天很容易跳過他耶 對 因為我今天很暗淡 但是他眼睛也變得沒有神 對 妳怎麼... 沒有自信了是不是 所以妳平常完全是靠身材耶 因為我的妝就是... 平常就是這個妝 真的嗎 妳平常比今天豔麗很多啊 真的是衣服的關係 不是 不可能 妳平常是有黏假睫毛 妳今天沒黏 我有...在這兒 那妳把衣服掀起來 我看看配這個臉 等一下 我再檢視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 這樣合理嗎 好啦 紅角色 對...妳來了 妳該去哪裡 妳該去哪裡 我們已經錄了一集耶 妳從現在才來 我們現在才來 好 所以天府麵妝妳推薦的是... 我推薦它的口水醬跟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我最愛的排骨 對...不是 妳吃那個 跟妳一般知道的粉蒸排骨的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感覺 它很清新耶 這個粉蒸排骨 對 就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我也不會形容 沒關係 因為有放地瓜的關係 粉蒸排骨都有放地瓜喔 不是 但我就... 因為我第一次吃 我就覺得還滿驚艷的 還挺清爽的感覺 很甜耶 而且我一吃是吃它的地瓜 它的那個地瓜 有把那個排骨的那個香味吸進來 最近吃到一些 這兩件是分開的 對 就真的很好吃啊 我幫它加什麼奇怪的料 反正就好好吃 可是粉蒸排骨通常不會這麼甜啊 對啊 剛才妳們吃到口水雞了嗎 有 有特別嗎 辣 太辣了 太辣了 媽媽辣辣的 因為我特別喜歡吃辣 不過現在秀女聚會 其實都喜歡辣的料 對 然後因為我會介紹這家市 因為像我媽媽她也很愛吃辣 她也是吃超辣的那種人 很辣 對 然後就是有一次我們就想說 妳去吃的不是他們家的麵 而是這些肉類 對 因為其他的麵 所以比較偏就是... 還有其他就什麼燉麵啊 什麼燉雞麵或什麼 就是味道比較清淡的 因為我就是愛吃重口味 紅油燃麵 這個有點難判斷他們家菜怎麼樣 它的涼飯也好吃 對 他們家麵很特別 叫燃麵 那個是真的非常道地的四川味 燃麵 燃麵 因為表示那個紅油 感覺一點火就會燃燒起來 這個意思 超辣 就是非常道地的四川味 對 然後唐嘉欣推薦另外一個是蓋飯 對 鮭魚蓋飯 不會吧 餵... 不好意思啊 因為其他... 因為我的技巧狀況 我最愛...我最愛鮭魚 而且妳猜這多少錢... 應該250喔 250 真的嗎 好便宜喔 而且它還附一個很大碗的 那個味噌湯 然後我猜中了是不是 真的 真的 就一套這樣250 250超便宜的 一般妳光是吃生魚片 這樣一排就不只250 不只 而且我跟妳講 它這一片非常的肥 對... 有...太好了 真的 這好像道具了 怎麼可能變太厚了吧 好大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請吃 多少錢 250 這麼便宜 好吃嗎 是那個嗎 很好吃 我固定會去吃 可是見別的時候吃蓋飯嘛 對啊 不是 因為就是我...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見別不太適合吃蓋飯 不是 因為我沒有見過什麼大炒麵 所以我都幾次跟朋友見別 好棒喔 見別這樣子請朋友很誠意了 等一下說玉宇有跟... 1 2 3 4 5 6 7 8塊大炒麵 所以妳覺得我們節目通告 這次推薦得不錯對不對 對 我也是通告 我是藝人 妳上街都不需要素顏 妳假如穿上這件衣服 大家都認不出來是妳 這件霜淡嗎 這件霜淡怎麼會霜淡力這麼強 沒有 因為這很文青 妳底下要配那種長裙 走在路上就很文青 妳想像一下 那個深色的長裙啊 可是她的妝是不是也沒有之前一樣 妳的妝是不是也沒有之前的 那麼立體 對啊 她妝就不對 有啦 還是有頭髮 沒有綁起來的關係 妳綁起來更... 她好像今天證明了 她不是靠臉吃飯的 她是靠臉 而且她可以要不要去這件衣服 所以她的項鍊也不能帶 所以這個鮭魚蓋飯在哪裡 在台北車站 後站那邊 叫做三多屋爸爸嘴 有爸爸嘴三個字 對 妳怎麼發現這個店的 因為就是其實我之前 我也只是就是在 因為我很喜歡去那個 後火車站逛那個批發嘛 對 然後就逛一逛發現 奇怪 怎麼有一家店 已經下午差不多兩點囉 一堆人在排隊 超多人排隊 就心想 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排隊 我就往旁邊看一下 日本料理 然後就看 這麼大一碗 我看一下價錢兩百萬 我對這碗飯覺得不錯 可是就是不是見別的時候 會吃的東西 沒有 因為我就是 20分鐘就吃完了 對 就上班中間去吃的東西 沒有 但是因為像是 我有一個就是韓國留學的朋友 他媽媽就來台灣嘛 就等於來玩一下這樣子而已 所以就想說就帶他去吃 因為我那個韓國朋友 沒有多少錢 就帶他媽媽去吃這個 他媽媽吃得很高興耶 然後很開心地回韓國耶 妳那個韓國朋友沒什麼錢 妳可以出啊 不是啊 這很奇怪啊 這是人家媽媽我去出錢 對 說真的妳可以做康社幾年了 對... 現在康社要停了 妳應該很難過吧 我要失業了啦 這是真的 好像阿偉也有一家西方的餐廳 對 是一個... 算是一個輕食咖啡 但是它吃起來等級非常高 不是隨便吃的東西耶 對 這其實就是 我第一次去吃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就是 感覺他的氣氛非常好 然後你可以很放鬆這樣子 妳現在當餐廳老闆去吃別家 會不會很挑剔 其實還好 會不會有一種內行的態度 覺得說這個材料多少錢 你都知道啊什麼的 我會開始注意他們整個流程 然後他們廚房的位置 還有就是他們垃圾回縮區在哪裡 還有他們員工的... 衛生 對...衛生 我們都會變得... 變得吃東西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對 但是你說實在吃得到好壞 說真的我還沒有到那麼厲害 所以這邊出現了一個肉類 對 這一間它有一個香煎牛排 非常好吃 對 它的牛是非常... 等級是非常高的 謝謝 這不是一般的餐廳 這不是簡餐 對啊 這哪是咖啡 這是正規的西餐廳嘛 對 它是正規的西餐廳 但是它的價位還可以 因為它的大概就是要 將近七、八百塊 它叫做Train and Zen 是在微風裡面的 你不會真的帶了他們家 五道菜要來給我們吃飯 沒有啦 兩道而已啦 這都融合在這裡 對 融合在一起 有香煎干貝 然後還有它的牛排 所以肉怎麼樣嫩嗎 還沒有吃到 就在吃黑黑的東西 有人吃到肉嗎 有 可以嗎 真的還蠻好吃的 跟墨汁啊 那這個可能就是 如果你在現場吃它熱騰騰出來 那個口感會好 你是不是故意介紹完 你們餐廳之後 再推薦一個評價沒有 沒有...這不是... 這個非常好吃的 然後現時你們餐廳 好像多瘦可以 不是 這個好吃 而且它... 你去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笑耶 對啊 對啊 我超過的耶 所以節目節目座 你要去哪一個節目座 我差不多 你不先休息 對 而且這個... 他們這一家的主廚非常厲害 是個韓國人 不愧是來了吧 有在現場 來啊 來啊 牛排超好吃的耶 不是 因為它... 這個主廚呢 就是個韓國人 它之前呢就是服務過小布希 也有服務過碧陽或是賽 它是非常等級 非常高的 你真的很有心機 沒有 你這樣講的 我很緊張啊 我只想要推薦兩個朋友 一來就說會不會連導電 歐洲人有什麼意見嗎 真的 興趣的沒... 剛剛洋蝦子那一家 還有兩個菜對不對 對 我還有那個地鍋雞 跟它的涼拌皮蛋 涼拌皮蛋 那個都是重口味 它皮蛋非常漂亮喔 工作人員愛吃皮蛋是不是 對 壓力大 愛吃重口味 因為它該反應很大 皮蛋感覺很棒喔 工作人員吃點皮蛋 你看那個涼拌皮蛋非常漂亮 皮蛋感覺一定很棒 Oh my God 直接吃下去嗎 直接吃 它會辣 會太辣 它就是徐州菜啊 他們都是重口味 很辣嗎 好棒 還沒有 非常非常香 很滑而且 口感很好 只要一去就會先點這個 然後完全沒有皮蛋那個味道 就算怕皮蛋的都會愛 所以它很開胃 很好吃 有辣嗎 這一家是要吃飯的嗎 還是... 沒有 這家店 它最大的地方的特色就是 它沒有菜單 然後整間店沒有白飯 可是這些菜 這麼重口味不配白飯 它就是很重口味 所以很配酒 然後它又很適合面 因為它是徐州菜 老闆娘他們就是這種大鍋菜 然後之後再給你回去煮那個麵來吃 所以就是整間店 你找不到白飯 它配什麼 配大麵嗎 配麵 配酒 好 接下來雞來了 地鍋雞 地鍋雞啦 好 直接給客人看 地鍋雞裡面鋪了一片片 是它的麵嗎 上面是那個很像厚的餃子餅 它叫喝餅 好特別喔 喝麵就拿一片這個 很像餃子餅 然後下面有蘿蔔啊 然後地鍋雞 你一定要吃它的蘿蔔 還有裡面的雞肉 蘿蔔跟雞肉 蘿蔔跟雞肉頂天的好吃 都在裡面 其實徐西蒂可能要一片那個 頂天 很會 小心 過來 這個熱度應該很好吃 這是老味道 這個也是熱的 這個都是老味道 他們手工做的 這個很厲害 這個好吃 而且它這個地鍋雞上面的喝餅 是從我們一開始放到現在喔 它吃起來都還是又香又Q 但是這個蘿蔔就是 把餃子皮不包丟到湯裡去嗎 比較厚的 因為像我就是愛吃皮的人 就像麵疙瘩耶 任何餃子 你就吃皮 所以它沒有白飯 對 蔣偉文 這個是... 這個做法應該就... 對啊 就一看我就覺得我會很喜歡 我喜歡這種比較... 就是比較傳統 粗曠的 像這種店我就喜歡 裡面的蘿蔔跟雞肉 還有那個湯 你一定要喝... 而且它賣相很好 它看出來很可愛 像一片荷葉的甜 超甜的 這蘿蔔 這蘿蔔超好吃的 很厚 沐謝妳有在機場大哭過嗎 長到見別 我就想到... 然後衣服被人家弄髒的 不是啦 就是因為我從小 我是跟我爺爺奶奶一起住的 然後是跟他們一起長大 那後來我小學讀完之後 我就出國了 在意大利嗎 不是啦 移民到加拿大去 然後他每次就是很捨不得我 然後他每次我要離開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哭 然後會跟我說不知道 下次看到我是什麼時候 然後那每次我回來的時候 都跟他講說幾點回來了 可是他就會很早很早 就靠在那個門旁邊 一直在彰望 然後我離開的時候 要去機場的時候 他也會在門口 就是一直跟我揮手 一直揮到車子不見 然後我就一直... 長到離別 就一直想到那個時候 那我一直希望 能夠再陪他久一點 結果後來... 後來奶奶我奶奶得癌症 而且拖了很久 那我最後一次是暑假的時候 就是都回來看他 然後就看到他已經身體很弱了 然後後來我那一次就是 在醫院陪到最後一分鐘 要趕去機場 然後那是他唯一一次 沒有起來送我 然後我之後就... 就是回加拿大大概兩個禮拜吧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我就一直對於間別 就是離別這件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在機場的時候 然後我想到他沒有辦法來... 就是沒有辦法跟我再說... 再說再見 然後我就會很傷心 故事真的很感人 不是啦 所以遊戲想見別人 但是我下一道通知 跟見別有關 真的嗎 是的 Yellow Lemon 它是一家分子甜點的店 Yellow Lemon 竹母的見別故事 不是 我說跟見別有關係 不是跟我竹母有關係 你覺得竹母會懂分子料理嗎 而且是因為呢 我覺得跟好朋友說再見 一定要讓他很有印象 沒有 你就吃不到東西 會很火大啊 沒有 他吃得到東西好了 這是這一家店 對 因為我覺得見別 它都是巧克力的 這三樣是巧克力嗎 對 然後他還有 會用巧克力做草莓 那個機器人就是整個 是巧克力的 很特別 那個黃色也是巧克力 檸檬的香蕉都是巧克力 竹母會理解這件事嗎 不是 它是見別 我覺得你請朋友去 朋友會非常的驚豔 而且會拍照 會一直記得這個餐廳 那這只是它外賣 放在窗裡的 但是它其實有名的是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就是說 它利用液化蛋 去改變食物分子的結構 它會把食物 顛覆你的視覺跟味蕾 所以它會把食物... 黃先生有聽懂嗎 因為我們這邊 這個區域比較小聲 妳祖母做的分子料理是嗎 妳祖母會做分子料理 還是巧克力的食物是嗎 不是 祖母愛巧克力 我們現在沒有選強化是不是 祖母喜歡液化蛋 不是 祖母喜歡在劇場哭泣 祖母帶你液態蛋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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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被廣告詞 妳怎麼會說 我沒有被廣告詞啊 妳剛剛介紹分子料理是認真的嗎 認真的... 那就是廣告詞啊 不是啊 因為它... 分子料理應該就是把 可以吃得到這邊 變成吃不到嘛 不是... 它是改變食材的型態 就像作畫一樣 它會用液態蛋最後去處理 所以妳就會覺得在妳前面 是一幅畫 妳那邊的人有聽到嗎 還在說... 祖母會炒冰是不是 祖母會畫畫 祖母會畫畫 祖母會在劇場畫畫是不是 對 祖母會畫畫 妳有沒有想到說 中間是進了什麼 因為當妳在... 這是可以吃的...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沒有 見別誰在乎液態蛋啊 不是 我覺得會給妳的朋友 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她就是譬如說 主打小籠包口味 可是妳吃不到小籠包 可是妳含下去 卻有小籠包的味道 對啊 或是妳闖空啊 不是一闖空 分子料理很像一個 跟鬼魂交往的過程 就是妳感覺到它在 可是妳不知道它在哪裡 妳吃到具體的事 就是我們覺得 嚼那個小籠包 可是它沒有 它但是卻有濃濃小籠包的味道 就是妳看到一個 它長得是小籠包的樣子嗎 對 它長得是那個樣子 可是它妳吃進去不是 有討喜吧 這就很有趣啊 我可不可以講點良心話 這是甜點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今天我看到傑輝的麵條 還有尾文的麵 可是妳送別 應該有點牽掛的感覺吧 然後為什麼沒有人做 帶那個什麼 紅豆的鍋 豆沙鍋餅 有... 我以為妳的那個銀衣 應該有豆沙鍋餅嘛 銀衣鍋餅來了 OK... 鍋餅有來的 這是有來的 而且不是分子喔 而且真的本人 在這裡 那竹筆很大有了啦 竹筆很厲害... 竹筆很棒 竹筆很棒 不是他過的 這個還沒有開始 為什麼往過的去那邊 這什麼 那是千層派吧 那是千層派 是老衛客人的 對... 我今天是帶兩樣它的甜點 然後那個巧克力 其實這是它可以賣的 就是可以帶走的 給妳介紹的時候 不介意我吃鍋餅吧 請便 鍋餅好適合妳吃喔 銀衣的鍋餅 確實感覺 千層派好棒喔 現在的大很棒 所以不是... 天蘭好像有人說過 中國菜在甜點的部分 比歐洲菜弱很多 妳同意這個說法嗎 我不同意耶 因為你看 不要說中國菜好了 你看我們台灣人 我覺得你表達相思 有很多方式嘛 那你如果說錢多一點 荷包買一點 你就去吃銀衣 然後吃一個那個豆沙鍋餅 那也是相思 如果說像康熙這麼多的粉絲 他想要對康永跟S 表達一個感情 去買一個豆沙... 車輪餅也是可以啊 車輪餅 然後你看大鍋餅 小...車輪餅 大大小小的相思啊 我覺得我現在跟... 我現在跟妳一樣 不是分子料理的粉絲 車輪餅是我的...我喜歡的內心 中國菜最後的那個甜點 常常就跑來鍋餅這件事情 而且每次都已經吃得很飽了 都覺得自己再也塞不下任何東西 那鍋餅一上來 那一口下去你就覺得... 而且熱沉沉的 薄薄的 我覺得我們好像跳過了 它對於那個分子料理的介紹是不是 妳有帶分子料理粉絲嗎 有分子料理有 但是這個千層派就很特別 因為一般的千層派是 都是這樣子一層一層 然後你要切就很難切 它會整個爽 整個...它就是... 它把那個派皮是整個用... 用這樣子擺在這個... 這個奶蛋醬上面 對 而且它不會很甜 像很多這種奶蛋醬 會讓你覺得... 讓你覺得非常的膩 因為你不可否認 看康熙的人當中 有些人很喜歡沐西岩的生活風格 所以還是要請教你 餐廳的名字是... 叫Yellow Lemon OK Yellow Lemon 就是剛剛巧克力形狀的黃檸檬 對不對 對... 所以它在一般的路上 還是在百貨公司 就是一般路上 它在米蘭的地上 不是啦 米蘭的 誰帶來的 我帶來的 我們見過它耶 對啊 可是我們要見別 我一定要再來一次 這個我去看過 它到後來會... 那枕頭影會不見 當然它慢慢的滴啊 最後看起來很可憐耶 不會 它是甜心語 Sweetheart Rain 你看 這樣滴... 滴在你心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看著 它慢慢滴下來 對... 然後節目就結束了 會不會被悲傷 沒有 你知道 因為我們道別有很多種 有種是 你說跟你 要...情人你要道別了 你說今天是我們最會是見面 我們再也不會見到了 所以你當然不需要那麼快 你知道 所以道別的過程中 你要讓它慢慢的滴 然後回溯我們交往的過程 這樣點滴等等 天成派很好吃 超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剛剛吃了 剛剛好 天成派比較會介紹 非常棒 天然有吃到他們的天成派嗎 滿好吃的 派皮滿好吃的 也不會太甜 對啊 我比較愛吃甜品 很厲害 因為我剛剛吃了鍋餅 然後吃這個還是覺得開心 不同的甜點 那棉花還沒有開始滴耶 有啦 等一下... 維文 你們都還沒有品嘗過這個嗎 對啊 蔬餅啦 有誰想要吃麻糬鬆餅的嗎 麻糬鬆餅 這個很棒... 來... 這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黑鳥先生 對... 在你們吃甜點之後 介紹燒肉 你會很生氣 不是已經進入Ending了 我漏掉了一個燒肉 除非...除非這燒肉是Find的料理 還要連滷味嗎 還有豬腳 還要配獎 沒關係啦 節目公司就好 烏肉 燒肉是顯示的 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頂級的燒肉 先吃甜點啦 這個會融化 快趕快啦 這是芬鬆餅嗎 這不是冰淇淋加什麼東西嗎 看起來像不像是培根蛋 對 跟下面一個這個糕 它其實... 什麼糕 什麼糕 不就是蛋糕糕 這像馬鈴薯餅的感覺 對 馬鈴薯餅的感覺 感覺像早餐 結果不是嗎 不是 它其實就是... 它這個甜點就叫做BRACKETS 它就是早餐的意思 就是BRACKETS 然後加上炒蛋 然後下面是一個馬鈴薯餅 那實際上BRACKETS是甜的 對 然後它這個像炒蛋的地方 其實是冰淇淋 然後它下面是蛋糕 好吃嗎 對不對 沒有 就是跟大家講的 一模一樣 不是... 冰淇淋蛋糕 冰淇淋蛋糕 所以這就是燒肉是不是 分子料理 不是... 不是... 這邊收集是比較差沒有錯 為什麼我... 但是上面是肉耶 肉的味道 對啊 因為它上面是BRACKETS BRACKETS 是真的BRACKETS BR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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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料理不是應該就... 我跟你講 BRACKETS的部分是真的燒肉喔 它是真的燒肉 我覺得... 你把BRACKETS拿來做甜點 我覺得非常... BRACKETS還有馬鈴薯 它有吃掉了 抱歉 可... 可... 我們不是雙人搭動嗎 No more 我修一下 有沒有需要加醃的啊 這個有醃的效果啦 妳看看啊 這甜點 這樣吃還不錯啊 這是甜點還是... 妳在幹嘛啊 妳幹嘛要加醃進去 這樣比較有氣氛啦 比較有送別的氣氛 靈情依依啦 畫作一... 畫作一絲集 不是我的 妳試試看啊 妳看看 等一下 它那個冰淇淋裡面有肉味耶 對啊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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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真實的燒肉好嗎 有真實的 妳有吃到冰淇淋沒有肉味嗎 有啊 妳就覺得好像冰淇淋裡面 很不可惜耶 很特別嘛 就是會記得啊 不要吃那個肥豬油 怎麼會... 這是雪王冰淇淋裡面 吃的紅燒肉冰淇淋的味道 豬腳冰淇淋 豬腳冰淇淋 然後不會有味道 所以妳們希望吃完肉 之後再吃一個冰淇淋嗎 對 不用狠狠在一起 妳們要突破 突破在時代來學習 我跟妳告別 為什麼要突破 就是印象很深嘛 可是這個妳會讓客人很尷尬 妳要不要幫我見別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覺得我要吃完 因為妳請我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 我是覺得因為它視覺效果很好 就是會給見別的朋友很深的 妳本來一樣 其實我有真實的豬腳 我有真實的豬腳 燒肉在哪裡 燒肉在這裡啦 好啦 我喜歡衝突感 好...燒肉來了 多好看喔 請問燒肉是哪一家的 燒肉是我的 它是非常好吃的那個 約客頂級燒肉 太認真的燒肉了吧 它是認真的燒肉耶 它不是分子料理 它也不是冰淇淋 它就是個燒肉 它就是個燒肉 它是燒肉 它什麼肉也是什麼肉 牛肉豬肉 它全部都是用澳洲的和牛 而且都是熟成肉 好好吃喔 它全部一定要吃 分子料理 它是在競賽給新鮮鮮鮮鮮 這才是真的燒肉 我們剛剛才在冰淇淋裡面 遇到它的鬼魂 現在本人就是出現了 因為它這邊應該有非常多種肉 然後剛剛都沒有人吃到 中間的牛舌 我知道了喔 牛舌一定要吃 全身牛舌 我吃到 我知道 一定要吃 配白飯嗎 可以 然後它現場也有很多 有蔬菜 然後也有豬肉 雞肉 其實是你偷吃肉嗎 沒有... 我才會偷吃 我沒有偷吃啦 一定要吃 妳是不是很生氣 我今天都沒有cue妳吃東西 沒有 我就以為會 保餓時間啦 而且它這個... 它這個空間下去 那個燒肉的香味 還在嘴巴裡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肉質很好 它竟然叫做一個約克 會不會感覺是一個很難 很美食 洋派的地方 對 但是它其實是走 非常頂級的日式燒肉 它這種做法 不是牛排館的做法 對啊 是燒肉店是不是 燒肉店 但我覺得還是有加一些創新 在裡面 對 燒肉店是那種 自己要用手去燒的嗎 不用... 你剛剛看覺得好像很多肉 一次出現 但是在你現場吃它會有人 幫你們周邊服務烤 豬腳是什麼回事啊 豬腳 豬腳還有那個滷味拼牌 豬腳已經滷味拼牌 好厲害喔 很適合配酒的 那吃這個盲目嘛 這我們等一下帶走好不好 對啊 這是建筆的禮物啊 伴手禮... 對 伴手禮 它是翠滿元的... 翠滿元的滷味 因為它非常好吃 我第一次吃是... 這是...也是翠滿元嗎 也是翠滿元的 大蝦球 大家吃一下 人家吃一下 很方便啊 我第一次吃是這個 天寧哥帶我去吃的 我覺得好好吃喔 我的甜點好像還剩下 一個許潔輝的 謝謝 巧克力波內 對 波內 對 你怎麼會介紹這個 來 這裡... 這不是西岩介紹的嗎 博社上面要有金箔喔 這不是很適合耶 我們傳統吃那個巧克力啊 在台灣吃巧克力都死甜 那它這一個巧克力波內 它就不是這樣子 而且如果你是用餐完了之後 通常走到這邊 這個甜點要換甜酒 對 所以那個整個的會搭在一起 所以我才想說 應該是帶一道菜一瓶要推薦的酒 一定的啊 這也是貴婦百貨那一瓶 是 沒問題 沒有想到你會吃這種餐廳 你的陽台蔬菜 現在收成狀況如何 現在就是在種那個... 比方說冬天的 掛材跟那個高麗菜 神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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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來了 在這裡嘛 OK啦 很長一根啦 要不然小根的好了 好不好 你剛才是在性騷擾我嗎 沒有啦 就是以它的長度來說啦 那是薄荷的味道嗎 有一點的味道 杏仁 杏仁 講錯了 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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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杏仁 講錯了... 這是戀人的送別 我覺得這比他看起來好吃耶 濃烈的送別 我覺得還不錯 是不是... 為什麼 我覺得有點嚴肅 我覺得很像大老闆 帶他的情婦去吃的東西 如果是這兩個選 我會選千層派 千層派好吃 輕鬆 對 不要輕鬆 這個很嚴肅 這個都不敢講話 再有一種 認真要把甜點吞下去的感覺 所以這幾樣甜點 鍋餅啦 這個巧克力波內 還有千層派 麻糬鬆餅這些 你有喜歡那個嗎 我覺得今天 杰輝跟那個Jacko兩個人 最抓住了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不只是表現食物的美味 而且表現到需要有的牽掛 跟相思 所以剛剛康友說 你比較會喜歡那個西式那種 你覺得那樣心情比較放鬆 對 因為你現在是被大家牽掛的 所以你當然希望不要那麼沉重 可是對大家來講 他們會希望把很多的感情 都讓你感受到 所以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最後這一句 我這次的罪惡感好重喔 你又繼續有罪惡感 所以你要快回來嘛 你就是要有罪惡感啊 應該的 You deserve it 好啊 沒有你的事嗎 好 你也要把他 怪在我頭上對不對 我是跟你共進退的啊 對 是我的 是我的腰 所以我如果說我沒有回來 你就回來了 對 我就是跟你一起啊 然後接下來再錄五集 你說今天嗎 被牽掛的人 其實想要心情放鬆 可是牽掛別人 要宣洩那個牽掛的感覺 是 所以從這個立場來講的話 你覺得哪個甜點比較像這個 佳瑞的這個鬆餅 脆 而且很清爽 對 那它是很清爽的 那結輝這個東西就是給你 即使沉重 你還是要單下 是...單下... 這個東西被整成... 好 很高興是跟松明 來自同一家的這個 雲朵咖啡還在 所以沒有那麼憂傷 我也會看到它整個脫落掉就是 好 那關於閒時的部分 每個人講一個後半場 你們最喜歡的 維文 楊蝎子是不是 楊蝎子 哪一個 楊蝎子 楊蝎子本身 對 因為我喜歡那個楊蝎子 它很適合配酒 然後我喜歡那種很粗獷的感覺 不是 因為後半場的鮮食 好像都是我的兩間 再來就是那個 荒唐的那個培根什麼的 沒有我的啊 蒙古烤肉 是蒙古烤肉的啦 太好了 蒙古烤肉 OK 它跟這樣有什麼 綠... 綠加里的 你喜歡那個綠加里 綠加里的 非常棒 很棒 對不對 直接回下去 我喜歡邵婷介紹另外一個 約克頂級燒肉 因為我覺得它的肉真的好吃 對 我覺得很適合配酒 我也喜歡那個熟成牛 負責布景的那位黃小姐 真的 我也覺得邵婷那個 真的非常好吃 因為我沒有吃過牛舌 可以這麼有彈 就是那種Q彈 有生命的牛舌 有生命的牛舌 帶我去吃 燒肉 那點點些的老闆 我也會選擇燒肉 因為它端出來的時候 你看那個份量低一點 我不知道現場 你點是不是這麼高 不是 那個份量 可能跟價錢有關吧 就看你們配多少 但它都是一片一片的幫你 但是它一片沒有很薄耶 它其實還算是有一個厚度 你吃起來的時候 感覺就是很紮實 那個就是一群男生一定會點的 目前呢 我喜歡綠咖哩 因為我覺得那個咖哩的 真的很特別 它的味道 而且拿咖哩做湯底 我覺得真的應該就是 可是那家不是很貴的耶 妳可以嗎 我沒有一定都要很貴的 會不會我那個綠咖哩 那一鍋再加上黃肉的這樣 可是妳可以介紹 沒有包廂的餐廳嗎 我可以啊 我都很OK啊 可以介紹路邊攤嗎 我常常會吃路邊攤啊 沒有 我那個有包廂啊 妳有包廂嗎 OK 我可以尾牙 春酒 謝思彥通 我會吃路邊攤 這個點點心 這我很明顯 有機會的話可以 你們這樣很棒 妳一餐不付超過一千元 OK嗎 不會 我常常吃很便宜的東西 有 我剛剛吃很便宜的東西啊 妳應該常用兩千元那張吧 並不會 妳剛剛已經有偶元了 並不是 沒有啦 妳誰會喜歡的是 我沒有吃到 但我會推薦這種感覺 就是到最後還有包一點滷味 讓人家帶回去 對 妳可以吃啊 我沒有不要 不是...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符合這一題的 其實我很愛滷味耶 真的很正常 他如果四個小時以上 OK 其他會不可以推薦 你自己的那個月咖哩 這一片培根 就是這樣子料理 對 不是假的 對於傳統美食的概念 因為就是你看到你吃不到 然後很奇怪 那是真的培根耶 那也真的培根 對 可是他剛剛動起來還不錯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墨西天請我去吃這一餐 然後他要...你知道 給我道別 我一輩子記得他說 怎麼有這麼快的東西啊 是將來重逢的時候 會講得故事 而且我會... 我又永遠覺得這個味道 你看我剛剛的感覺是這樣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 這是...怎麼會... 有人要信我吃這個 很有樂趣 天啊 所以天然呢 我吃過那個天府的那個... 的那個... 排骨跟它的那個口水雞 可是如果今天沒有這個... 佳瑞的那個... 火鍋跟蘑菇烤肉 我可能會選那個... 真的嗎 對 天府的 但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 陳其思汗延續下來的東西 可以跟國王 與我男主角的那個咖哩結合 太棒了 OK 對 因為我很想要吃蘑菇烤肉 可是我覺得很難去找到 以前那個味道 今天我吃到的 新派的蘑菇烤肉加上了生菜 可是一點都不突兀 所以我很想下了節目 明天就去吃 我天然走進去 那些烤肉的師傅會嚇死 你跑去哪兒 你跑那麼久 妳有特別喜歡的嗎 我喜歡綠咖哩那個 綠咖哩 好 謝謝你們帶了這麼多 好吃的東西 來幫我們康熙見別 對 那我們也的確會在 康熙錄影結束之後 我們想要找一個地方 請所有的工作人員一起吃 然後大醉一場 對不對 到時候那位一定要來喔 是 太強了 對 工作人員 對 辛苦了 美食永遠是最好的安慰 然後謝謝大家 用這麼多美食來安慰我們 希望我們在別的吃東西的場合 會繼續相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